我們今天來看一下G80M3跟M80M3 G80M3和新世代M3 那我們先聽一下他G80M Performance排氣管 原廠的聲浪 好,我們先來這邊把房門打開喔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房門關掉試試看 聽完G80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M5排氣管確實真的是非常大聲 那我們來看一下F80 改F80公斤的聲音 這副作為自己的F80 F80公斤 Tick 1兩者差影可以大家知道說F80跟G80排氣管有爭議 那因為G80已經覺得比較小聲 但是因為G80現在新世代它有一個OPF的問題 對,所以排氣管比較小聲 那我們大家看一下G80跟F80的差異 這是一個Tool的排档 先來一個彩虛短程當作排档 那你可以看到這台F80有做一些升級 這副F80是我自己的車 那是2016年的SENCOMPETITION 然後它有一些升級 一些圈啊 甚至這個升級 然後引擎式的部分 我也做一些 引擎性能的升級 然後一個M3CS的配型引擎機蓋 那其實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其實F80在網路上 這個上街的四代車型 網路上一堆秩序可以讓大家看 今天我們的重點是這部G80 M3 我們大家看一下G80M3 這一顆引擎帶套S55 S55雙渦輪引擎 一樣都3.0升 那這一個呢 是S58雙渦輪引擎 那這次S5跟S58 我自己開起來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性呢 是說 我這一部刷了一個Stage 2 BM3Stage 2 那它這個 原廠S58引擎 講實在話510匹的動力 開起來我覺得 跟一個S55刷Stage 2 兩者 我能說相比並論嘛 真的差的差異不大 所以它S58這支引擎 在動力沒有升級的情況下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對 然後 再一個重點 變速箱也不太一樣 它這個上面是MDCT變速箱 那這個是MSTEPTRONIC變速箱 它的換檔邏輯啊 很聰明 那不像是我們F80 還要刷一個XHPA變速箱 還是GTS變速箱 讓整台車更好開 動作感很少 更減少 那這個原廠的MSTEPTRONIC變速箱 8速 原廠就是非常非常好開 換檔非常順暢非常快 我會像早期的MDCT這樣會有盾挫感 讓它這個盾挫感減少很多 但是戰鬥感還是很多 讓大家看一下說 這部車一樣是有M的元素 滿滿的碳纖維 這次多了很多肌肉線條 你看到引擎室 引擎室 引擎蓋 滿滿的肌肉線條 那這部車很重要一點 它選配的人煩很多東西的 它有個863M的前19後20的羽圈 你們可以來鏡頭帶過來看一下 前19後20的羽圈 然後呢 還有一個大套的M PERFORMANCE的碳纖維 它碳纖維的話 擴張程度非常誇張 非常誇張 那整台車的戰鬥感非常足夠 那這次值得一提就是說 M POWER它一如往常 就是說 燒車性能 一直都是它的弱點 那這次G80世代其實講實在話 它的燒車性能好很多了 好很多 它原廠配一個前六活塞的碳纖維 那這個的話 F4代是前4後2 前4後2 那E9X4代那更慘 那煞車就不用講 必須要改欠改 那這個其實我想踩到原廠 就滿夠用的 滿夠用的 那當然屌一點 你可以申請陶石煞車 屌一點可以申請陶石煞車 那這個原廠其實我覺得 非常好用非常夠用 那一樣碳纖維 碳纖維的 補頂 M的標配 這一定要有 那M POWER就是給你一個 滿滿的 碳纖維元素 戰鬥元素 這次內裝 大家的鏡頭可以看一下 這一台車有選一個 Racing Package 那它的椅子呢 也是賽車椅 這次賽車椅做得非常好做 包覆感非常好 然後一樣滿滿的碳纖維 這都是原廠 不是外改的喔 原廠碳纖維 好 很漂亮 然後這台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剛剛大家都有聽到了 影片開始的階段 一個八字型的兩皮排氣管 八字型的兩皮排氣管 就是八字型的兩皮排氣管 鏡頭也帶一下 這個真的是很帥 而且 不是說 應該說目前 台灣應該沒有幾台有這個排氣管 而這台就準備起來 三十幾萬 和這個後下 非常貴 那非常屌 這非常帥 從後面看 戰鬥感非常好 戰鬥感非常好 那這次 尾箱其實我覺得不用介紹 因為這個車 就沒有什麼 沒有 沒有裝什麼 載什麼東西 那只是多一個電紋 多一個電紋 那F80就沒有電紋 對 那電紋本其實我是覺得 開這種車 不一定要電紋本 但是多一個舒適套件 真的還不錯 然後 這次內裝 G80世代它的隔音質感 比F80更上一層好 應該說我是覺得所有的G世代 不管是320 330 340都一樣 還是五系列的G世代 他們內裝隔音品 其實是做得非常好 不像是F世代 因為車內桌 桌子還有一些異音 甚至說排氣管如果改的話 裡面還是有多少聲音 他這次G世代 他這次G世代 不敢排卷多大聲 你講出來的話 都沒什麼聲音 非常棒 非常棒 然後 我們大家看一下 這次的內裝 真的做得很漂亮 很有質感 那這部車是2021年的 目前只包五千公里 五千公里 車款非常漂亮 有個坦件 超級漂亮 那有喜歡這部車的話 歡迎來找我 不錯 然後我賣車也賣排氣 BBS排氣管 RDEXSource 還是中路車 需要顧車 還是說 要買車 還是巡車 都會找我 沒關係 那價錢的話 基本上 都是非常合適的價錢 多少錢就多少錢 不會說可以賺錢 這個 可以看一下 這個新車六百六七百萬 那目前的話 現在五百多萬可以賺錢 五百多萬可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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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電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